這主要是講算高爾夫的,其實我對這也不熟,因為我也沒打高爾夫球 不過大概知道說,可能總幹數多少,低於標準幹多少,高於多少 這一題是比較偏難的,所以這個難度稍微高一些 雖然講偏難,但實際上感覺好像也沒有特別難 也是一樣,第一個,先把這一題先打開來 就是在108題的那個練習題,把它檔案先打開來 稍微了解一下,裡面打開來就長這樣子 裡面他已經幫你把年份,然後這個應該冠軍是誰 那他18洞打了多少桿,有沒有 30,這個應該36洞打了多少桿 所以你會發現有這幾種,那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根據題目要求,就按部就班把它做完 所以裡面當然基本上第一個,他要我們怎麼樣 在第一列與第二列之間,插入一列 OK,並分別在C2到F2,C2到E2,這個C1,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做什麼,就是加上這個東西 就是說他的什麼,Skull,他的紀錄 跟那個Possession,就是他的那個位置 跟他的Lead,這個什麼Leader 這Leader是什麼,就是說應該 領先吧 領先,OK,所以會有三個 你有打過高嗎?我猜的 很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每一個都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第一個當然我們可以按照他的題目要求 在第一列跟第二列 所以通常會在第二列上按右鍵 選取第二列之後,這邊有個所謂的那個 什麼,插入 不過特別注意,我剛剛有複製一個東西 所以我先把那個複製 這邊有,選取第二列 把這邊有個插入,OK 把這個點下去 這個時候呢,他會幫你插入一個這一列 那這一列的話,裡面的話 都放剛剛的那三個資料 三個欄位資料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在記事本先打好 那有三個 然後把它分別打上去 我看這樣是不是可以直接三個 OK,所以你分別在C2 輸入什麼? 輸入這個,叫Skull,Possession,Leader 那其他都一樣 所以,第18洞 然後32,54,70 位置對嗎? Possession,Leader 這個是不是少一個嗎? Leader,Possession 3 2 3 欸,這沒對 我看一下 最後的這個 對,都有 所以 是不是少一欄 分別在這邊 Skull 欸,這是要 OK,沒關係 我們要再算 可能 後面還有 可能應該還有後面吧 好,那分別就是在第一跟第二列 插入這些東西 然後分別輸入這三個 另外呢,再做合併列印 那首先,合併 合併儲存格 合併儲存格就是把 這兩個 合併起來 這一個 整個合併起來 然後呢 18洞 36 等等的 其他就把它做什麼 合併儲存格 這邊有多一個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一個Lead 實際上就是 它這個 72洞的這個 這一欄 是必須要從什麼 從它的Skull 再減掉 72乘上4 這個要自己加上去 然後設定所有列高 再設定框線 那這個框線 跟剛剛那一題還蠻像的 有沒有發現 內框線最細 外框線呢 是次 次出 剛剛是最初啦 現在是次出 然後第二列跟第三列中間是雙線 OK 然後再來就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個格式化條件就是說呢 要做出那個箭頭 還有旗幟 最後填滿淺綠色 所以最後做完的結果 各位也看到了 這長的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剛剛這個先加上去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對不對 做完之後的話 這一個欄位裡面 這個加Leader底下是空的 所以這個 這個欄位什麼 是要我們去計算出來的 那公式就是剛剛講的東西啦 然後再分別怎麼樣 分別再把這邊做跨欄至中 跨欄至中 有沒有 它題目的意思 再來就是分別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箭頭 這個箭頭 有沒有你會發現有 水平的 表示是持平的 然後呢 往下的表示比較低 往上的表示正數 另外非常低的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 前面好像有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們有做過類似的 那最後呢 再設定這個旗子 把這個旗子 你會發現旗子的顏色也不一樣 那最後呢 再加上框線 這一題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 第108題的題目 先打開來 再來把題目呢 稍微瞄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就分別 如果可以做 你們就先做做看 如果不行 那我們就是 再來分別做解答 第一個 當然我們已經插入一列了 然後在這個中間放 總共會有123 那每一個都做 再來做合併 123456 總共六個東西 六個東西實際上就是 就是做什麼呢 合併 那合併實際上就是 合併這個 跨欄之中一下 那還有這個圈品 圈品的話也是怎樣 把它合併 那合併呢 其實你還是一樣可以這樣選 不過我記得有一個快速鍵 可以重複上個指令 好像記得是按什麼 按F4吧還是 對按F4 如果你快速鍵 你不想點這邊的話 你可以這樣按下F4 它可以怎麼樣 就等同是你按下它一樣 我覺得按 看有沒有比較快 F4好像比較快一點點 OK 快一點點 至少是一個快速鍵 好 這邊的話呢 一樣把它加上去F4 OK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一樣把它加上去 反正就是每一個每一個 都底下都會有三個欄位 好 那完成了我們的第二道題目 再來的話呢 分別就是說計算公式 因為最後一欄要計算 它的公式是從Score 減掉72乘上4 所以公式部分的話就是 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等於什麼呢 先等號 先給它一個等號 特別說你以後打公式 一定是先 游標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先加個等號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我習慣是點這邊 它會自動 把這個儲存格的位置放在這裡 L3 當然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乘上多少 72 減 再來的 減72嗎 看一下題目 減72乘4 對 減72乘4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這邊 公式的話 把這個改一下 減掉 再乘上4 成的話是一個start 最後習慣是enter或打勾 我喜歡打勾 OK好 那把它快點兩下 它自動填滿 當然你也可以向下填滿 只是我覺得還是快點比較快 只要你左邊這邊有資料 它就會跟著左邊一樣 全部幫你填滿 好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第幾題 第三題 再來呢 設定所有列高為25 那列高怎麼設定呢 基本上所有列高 你可以把A1 一直選 選到 按Shift鍵 這樣選取 或者我前面有交過一招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但是你會發現 因為它上面 有合併出聲格 所以它會卡住 那怎麼辦 再按 多按幾下 它會一直往前推進 不過好像 好像剛剛比較快 不過沒關係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向下 OK好 那再來怎麼樣 範圍選取之後做什麼呢 再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我們要做列高的處理 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 不過更正一下 不是選取 應該是 先選取 列 因為列高一定 不是這樣的選舉 這是選取儲存歌 列高的話 記得選整列 那怎麼樣 把底下全部選 按Shift鍵 再去選到72 跟他講75 按右鍵 這個地方才會出現列高 特別重要 你要把整列選起來 再按右鍵 它就會出現 你要設定的列高 列高多少呢 25 現在是16.5 比較窄 25 按確定 好 全部的列高 通通改成 25了 好 記得喔 是選整列 才能設定列高 再來的話呢 框線 這一題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反正全選之後 然後設定什麼 內框線是最細的 再來外框線 特別說外框線指的是外面這個框框 設為次出框石線 然後第二列跟第三列之間呢 設為雙線 它只有橫向 它沒有縱向 所以我們來設定 第一個 先把這整個範圍 一樣做選取 所以一樣喔 按Shift鍵 這樣選會比較快 選完之後呢 做什麼呢 全部的框線呢 特別重要 你就點這個所有框線 不過剛剛有同學喔 點了所有框線 可能之前他做了其他的設定 他預設的不是最細的 所以你點進去理論上應該是最細的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喔 可能你就要回到這邊 你要到這邊 再選這一個 再選外線跟內線 全部選這等於是全部的框線喔 那當然我這個 當然你要把它取消掉 這邊有個什麼五框線 你可以第一個方法從這邊 或者是第一個方法不行 找其他框線 先選樣式 最細的是這個 再選外線跟內線 按確定 OK 好啊就全部啦 反正就先全部 再來呢 第二個是次出框線 所以也是其他框線 它的外框線 就這個外框有沒有 先選次出 這個是最初的框線 次出是這個 選外框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預覽 按確定 再來針對呢 第二列跟第三列 所以我選第三列好了 特別說不是選整列啦 是選這一列的儲存格 然後呢做什麼呢 一樣其他框線 先選雙線 再點什麼呢 針對這個範圍的什麼 上面這條線 所以上面這條線 點一下 沒有啊 沒有啊 他只有意思 按確定 他意思應該是只有這條線 他沒有說兩條線 他意思是說 第二列與第三列之間 為雙線而已 所以這一列 跟這一列的中間這一條線 那就這個線 OK 那我們就完成了 這題目裡面的第五個項目 那第六跟第七 待會再來看 那請各位 先做到那個第五個項目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後面等一下再來看 所謂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還有填滿色彩 第一個就是說 針對哪個部分呢 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總共18棟到 等 他說只有這 這三個到54而已 那哪個欄位 他這邊有講 Lead這個欄位 然後用什麼五件號的彩色圖式 格式化 那這邊有講那個範圍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找到EHK 所以EHK三個欄位 那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把EHK這個 那當然你可以 比較笨的方法是做三次 比較聰明的做法一次就好了嗎 他有規定要比較三個 三個都要進去比較 所以不能做三次 有嗎 有嗎 比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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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單然 非單然比較 所以是全部都要先選 不過其實他 所以如果個別個別做 如果一次全部選取的話 那他會全部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做一次 全部做 會變成全部比較 對 對 你的意思是說分開做 對不對 分開做會變成單然比較 對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 他意思是說 對 要整個範圍 所以意思是說 要把這三個範圍一次選完 你不能分三次做 對 我本來也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 OK 然後呢 非單能比較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要怎麼樣把這個範圍 從1 3 按 Shift鍵 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OK Shift鍵的意思是把這個範圍 從頭到尾選 那接下來就是在H欄 那記得喔 這個時候請按Ctrl鍵 往下什麼 拖拉 到這裡放開 第二個範圍 再來第三個範圍 一樣按Ctrl鍵 再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OK 所以三個範圍 三個範圍選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 再來做什麼 因為三個範圍的比較 那我們點選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這裡的話還記得吧 在什麼呢 圖示集裡面 前面我們好像有用過 那個打勾啦 有沒有這個用過嘛 可是今天是用什麼 五件號 彩色 有沒有五件號這個 所以五件號 那這個地方 你把它點擊下去 這樣它就會怎樣 針對所有的範圍 去做那個比較 那當然如果你要進一步去了解 它到底設定什麼 其實你也可以再到那個管理規則 跟這樣應該是 這個有個其他規則裡面 看一下 它基本上 它的那個規則 基本上是 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五件號這個 這個 它其實就是 它裡面的80% 就是這所有 它等於是 全部裡面的資料 的百分之 前面的80% 大於等於80% 的80部分的話 用綠色 那依此類推 所以它會把所有的數字 當成統計的項目 所以你不能一個一個慢慢做 你要全部做完 OK 第一個 其實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點一下什麼 這個圖示 這個就可以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它裡面要我們做什麼 就是設定 這個72動的Leader 這個 那這邊只有72動是用旗幟的 但是它這邊的話 有一些相關設定格式化條件 最高的10% 也就是大於等於90的部分呢 是用綠色的 那最低的話是用紅色 就是小於 這個後面的10% 而且它這邊有所謂的 包含的含有沒有 表示一定有等號 OK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這個設定呢 其實道理也跟剛剛很像 一 先把那個72動的Leader這個範圍 我的習慣是先點這邊 N3 一直往下捲動 再到這個N12 N75的地方 就最下面這個地方 再來設定格式化條件 選擇 一樣是這個圖示旗 裡面的那個 有沒有旗幟的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旗幟 它有預設的設定值 跟我們要的不一樣 所以記得 一樣選擇其他規則 其他規則的部分 我們在自己定義 所以第一個一樣 是選擇那個旗幟的部分 你找到那個旗幟的地方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當它的值得 大於等於這個地方 記得它說前面的10% 大於90% 等於是 而且要等號 這個後面記得是用百分比 是用綠色的 那再來的話 後面這個選項 紅色的記得是 小於等於10的部分 也就是後面的部分 小於等於10的部分 就用紅色的旗幟 這個後面的百分比 按一下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完成 等一下 那中間那個也只能小於 它題目裡面 我看這個地方是 紅色旗幟 小於等於10 他說 甘數最低的 包含 所以 這個後面的這個選項 這邊改一下 應該是 小於 大於 大於 應該是 沒有那個等於 當大於 等於 所以 這個 當然它這邊有題目 有提到就是說 它是 小於等於10 所以 這個地方 顧名思義 它理論上 只有大於而已 大於 對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這個才是小於等於10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是改成大於等於90 這邊是改成小於 所以這個蠻關鍵的 這要改一下 那最後這邊呢 它才會是用小於等於10 來設定紅色的旗幟 按下確定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甘數 所有的旗幟就完成了 那最後呢 還有一題就是說 設定什麼 A1到N2 填滿淡綠色 所以呢 很簡單 A1 那就選A1這個儲存格 到N2 A2 點一下 先選取範圍 再來 填滿顏色 記得 淺綠色是哪一個呢 這一個 有沒有 你油不要放上去 先不要點 放在這個上面 點選它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題就完成了 那你再把它 另存新檔一下 這一題呢 請存成 一樣存在桌面上 我們名稱叫108A OK 那這一題我們就完成 OK 那這一題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請各位看那個110 110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110的部分